各位经销商及广大的用户朋友大家好 我们公司推出了一款不用油管不用油帮的纯机械自动的碟砂卡钱 接下来我们用一段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正确安装使用这款卡钱 我们这一款208型机械碟砂卡钱分为左卡钱和右卡钱 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分什么是左卡钱和右卡钱呢 画面的左边从摇臂朝着我们的方向去看 卡钱上面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是朝左指向的 说明这个是左卡钱 画面右边当摇臂正对我们的时候看过去 箭头朝右指向说明这个是右卡钱 同时这左右的两个箭头也代表着我们摇臂自动的方向 也就是说箭头往哪个方向指摇臂就往哪个方向转动会产生自动 这里面要特别给大家说明这个摇臂只能允许往箭头方向转动产生自动 不允许摇臂往反方向自动 否则有损坏卡钱内部结构的风险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机械碟砂卡钱的主要构成部分 画面中橙黄色的部分为卡钱的壳体 黄色的金束键为卡钱的自动摇臂 自动摇臂安装在转轴上面 这个转轴与卡钱摇臂之间有一个压缩弹簧 压缩弹簧起 使摇臂能够自动回味的作用 卡钱的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摩擦片 这两个摩擦片为卡钱的刹车片 两个刹车片是一模一样的可以互换使用 卡钱上这个黑色的金属键为滑销支架 另外这卡钱壳体上安装有三颗螺酸 这三颗螺酸当中 橙色的螺帽为我们的线位螺酸 是非厂家专业人员 任何时候用户不得去拆卸和流转 橙色螺帽旁边有一颗圆头螺酸 这颗圆头螺酸起线位作用 任何时候不得拆卸松动 另外靠近滑销支架 这里有一颗十字绳固螺酸 这一颗螺酸是用于更换刹车片时使用的 具体更换刹车片我们在下期视频讲解 另外我们的滑销支架由于四面后桥状态比较多 我们设计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这个滑销支架的两个安装孔为螺纹孔 螺纹规格为M10 另外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状态两个安装孔为通孔 不带螺纹 这两个安装孔的区别在于卡前安装方式不一样 带螺纹孔的滑销支架 安装方式是将我们的支架放在面对我们这一面 我们的安装螺栓从面对我们这一面装过去 这一款通孔的滑销支架 安装方式是将我们的卡前安装支架安装在滑销支架的背面 螺栓从面对我们这一面穿过去